一到十四岁,家长别错过孩子的关键程长期,近日一项针对熊孩子的调查,83.3%的受访者,认为孩子的不当言行,要第一时间给予纠正,很多年轻父母觉得熊孩子管不了,其实是对孩子不够了解。 孩子的心理,行为发展,有章可循,一到十四岁孩子每年都表现出不同特质,需要父母耐心陪伴及正确引导,推荐父母阅读,一一岁半到两岁半,反复穿梭于和顺七与直牛七,二两岁,不自当逃,打滚撒乱,一意孤行,占有欲强,自私报道,三三岁,友善,平静,充满安全感,一日接受, 乐于分享,自四岁,心是活泼的,喜爱冒险,喜爱远足,喜爱刺激,更多内容简下图,专注家庭教育,分享教育理念,更多优质与二文章,敬请关注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